海上絲綢之路出發 2000年 一家叫順美的集團公司 在德國哈根建立大型商場 首家設立了 德化在歐洲的境外公司 鄭彭飛就是這家企業的董事長 像我們現在在做的 跟最時尚的環球影城 迪士尼 動漫的 你只要現在有什麼最流行 最新的動漫影片出來 在國際上 那我這邊產品馬上就有 那這個跟整個時尚 這個也很關鍵 潮流很關鍵 現在我們跟世界各地有80多個國家 跟地區都有在運作 歐美的會做到 東南亞的也不少 面對國際接軌的需求 順美集團在德國法蘭克福設立順美歐洲總公司 並直接在德國設立研發基地和營銷窗口 與歐洲工藝設計師建立了全新的零距離協作模式 不到兩年 順美品牌的陶瓷產品就佔領了歐洲10%的市場 世界有五百層的 像迪士尼、環球影城、歐馬、Tarkey的 第一門檻就是要能通過驗場 在世界各地你要知道說 隨時人家能抽檢 你能達到它的出口國際標準 特別鄉級各地現在千個 這個是最起碼的 零本二加酸等等這些 它不能超過100ppm 像彩核 你印的裡面顏色 哪怕一個八口底標、超標 那你也不行 也一定要退回 所以特別是一些產品的花質、顏色、原材料 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 你哪一個項目裡面出問題 有可能就會造成說 整批以後花不了 或者說從國外召回 海外市場的需求 一直要求著德華首次技術的變革 不論是搖爐技術、磁塑技衣 還是產品的設計 德華陶磁隔心的腳步 始終與海外貿易相遂 這種關係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也許這就是德華陶磁長勝不衰 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原因 作為一種被世界所共同認可的 代表東方文明文化和科技的元素 在現代激發到藝術、工藝到科技 產業到運營的要求 讓陶磁再次面臨全新的選擇 從去年開始我們更加嘗試 用電子商務的方式 把德華陶磁推到世界去 因為這一次G20峰會 馬雲先生也在說 我們如何把國內的產品 推向全世界 用它的互聯網 用互聯網的思維 來做以後今後的市場 我們去年10月份 阿里巴巴全國第一家LBS 跨境服務站在德華首家落地 承接阿里巴巴的很多 跨境電商的很多事物 推進我們德華陶磁 在互聯網上銷售到世界各地 今年以來我們已經組織了 美國舊金商、俄羅斯海外艙的後櫃 直達海外在網上進行銷售 四季租 陶瓷的窑楼经过了柴窑 电窑 天然气窑的不同历史时期 瓷器也从青瓷 黑瓷 白瓷 发展到西洋工艺瓷 建筑陶瓷各种不同的产品系列 福建的陶瓷销售历史 在最大程度上 促进它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 商业活动带给这个地方 开放包容的心态 以及不断吸纳学习的建取精神 它在持续不断的海上贸易中 构筑了自己的地域文化 形成东西方贸易 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美妙的精维度 而今天也许是一种不断自我推动 自我淘汰 向外延伸的基因传承 让福建的陶瓷产业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 等待另一次的释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